文字般若 我们晓得文字本身就具备了智慧 文字也就是言语 因为我们把言语记录下来 就变成了文字 文字有它的境界 我们大家都读过书 都认得字 可是很少有人变成真正的文学家 因为优美的句子出不来 没有文字的般若 有的人出语成章 话一讲出来就是文章 每一句话都很优美 很漂亮 因为它有文学的境界 有文字般若 金刚经在中国为什么那么吃得开呢 是纠摩罗时的文字般若所造成的 它翻译了很多经典 其中金刚经以及法华经 影响中国文化极大 有其他文字的格调 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 一种特殊优美 感人的佛教文学 此外 还有维摩经的文字 也都很特别 是另创一格的文字意境 后来玄奘法师等人的翻译 在文字境界上 始终没有办法超越 纠摩罗时 这就是文字般若 不同的缘故 所以同样的读书 学文字 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文学家 同样的修道 有些只能够成为修行人 而不能够成佛 这与文字般若 是绝对相关的 清朝有位历史学家赵毅 也是大诗人 大文豪 他晚年写了三首非常有名的诗 其中有一首说 少时学于苦难缘 直到功夫未半全 道老方知 非力取 三分人事 七分天 他说 年轻的时候 学讲话 讲不圆满 自己以为 学问功夫还没有到家 到年纪老了才知道 学死了也没有用 因为努力只有三分 天才就要七分 不过这是指普通人而言 据我所知所见 有几位大和尚 并没有读过书 也没有上过一天学 一个字也不认识 而悟到之后 诗好 文好 样样都好 那真是不可想象 八十年前 我的老师见过一个和尚 本来是一个剃头师傅 挑个担子在乡下到处走 在清朝的时候 剃头的孩子 不准参加考试 限制极言 可是 这位剃头的大禅师 悟了道 什么都懂 无所不知 他也有一个庙 是方丈元祭的时候 护发给他的 有人叫他洋和尚 有人叫他洋剃头 一般读书人去考他 洋和尚 我有句话忘掉了 你看是出在哪本书里 他说 这在那一本书第几页吗 我老师年轻的时候很调皮 故意去问他 《红楼梦》上的一句话 他都能回答得不错 那怪极了 有一个很有钱的人抽芽片 想借也借不掉 后来只有去求这个洋和尚 洋师傅啊 你来帮我剃个头 剃头的时候 芽片烟瘾犯了 鼻涕眼泪直流 很痛苦 这位洋剃头 在他背上拍了一下说 脱了 就是解脱 头也帮他剃好了 从此以后 这个人也不再抽芽片了 这些是假 文字般若 在悟到以后自然发生的 不是凭我们的聪明来的 聪明是想出来的 想出来的没有用 悟了道的人 他的记忆力也特别好 不光是年轻的事情 想得起来 前一辈子读的书都知道 这个话 你们诸位听了 大概觉得很稀奇 的确有这么一回事 所以苏东坡有一首诗说 书到今生读已迟 读书要早读 这一辈子的书 是为来生读的 悟到的时候 过去千万声读的书都会翻出来 就是因为 般若智慧都出来了 学问好的人 记忆力强 一目十行 不会读书的人 一个字 一个字的抠 有人看书 眼睛一秒 这一夜就过去了 一目十行 日记千言 到老都不帅 甚至老了 记忆力更强 当然 这必须要定理 要般若的智慧才行 这就是文字般若